这都是改发生的市民 这都是清新的 新的市民 我们的市民 我们的市民终于新的 这是喝的盗彩 喝的盗彩 喝的盗彩 市民汉权的口号 是让他们盖房台湾 汉权的口号 是让他们盖房台湾 观众朋友大家好 这里是明镜新闻台明镜现场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中国武汉 大连等地爆发大规模民众 抗议示威现场的报道 综合媒体报道 中国武汉星期二再次爆发 退休人员大型抗议活动 大批退休人员不顾当局警告 到日上午聚集位于汉口的中山公园 要求当局撤回削减健康福利的 医保改革措施 网传视频显示 当局出动大量警力到现场 及周边区域维稳 未经证实的传闻 只有多人遭警察带走 同一天 东北海港城市大连 也有数以千计的退休人员 聚集在该市人民广场 对医保福利缩水表示抗议 2月15日上午失事前后 社交媒体上不断传播的视频 几乎实时反映在 武汉中山公园一带发生的抗议场面 抗议人军中 有人怒吼打倒反东政府 许多人在集会现场高唱 国际歌和团结就是力量 等让中共当局感到尴尬 甚至试图禁止的 红色经典革命歌曲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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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武汉市民匿名向记者反映称 当地抗议现场喊出 打倒反东政府的口号 但是抗议者处于安全方面的担心 不愿接受外媒采访 视频显示 成队的警察部署在中山公园大门外 一些大巴车辆停在路边 周遭人头攒动 出现在现场的多是身穿东装 面带口罩的老人 现场民众与警察对峙 双方一度发生推散 有几名老人倒在地面 当日稍后有视频消息称 抗议现场通讯信号受到屏蔽 据说有多人被警察抓走 也有推特文爆料称 武汉地铁临近中山公园的站点关闭 地铁停靠的车站离集会地点很远 推特网友李老师不是你老师发推称 针对今天的示威活动 武汉政府相关部门做了充足的应对准备 包括在15号当天针对老年人群体 开展各类社区活动 幼儿园活动等 然而目前来看 这些方案并没有奏效 大批民众依然走上了街头 与此遥相呼应的是 大连的退休人员也上届抗议 大连市人民政府今天是2月15号上午 看看这些退休老人们 都在诉求了 也不知道有没有领导出来 这些老头老太太们 警察倒不少 啊 对 这开始唱古故 大陀佛 我准备了 社交媒体上传多条视频消息显示 星期二上午 中国东北港口城市大连的人民广场 也聚集了数千民众 同样是退休人员 对政府缩减医保福利表达不满 其中有视频中可听到 不很整齐的国际歌 歌声和友人呐喊 当天下午 海外社交媒体推特上传出的视频显示 大连集会现场有人遭警察押送上大巴车 老百姓真不容易啊 三年之间在海我们没死 大革命我们没死 这次疫情我们没死 现在大连政府怎么派这么些警察 来逮捕老百姓 看个老百姓这胡事 你活着就是这 有网友说 大连回应武汉大川连 大连开始了 和武汉一样 都是反对医保基金改革 这叫南北互动 东北其他地方人不行 都是奴贵者多 大连毕竟被薄熙来祸祸祸过好多年 大连也有踢断老爹肋骨的文化基因 老头老太太全上街了 政府出动大量警察维稳 所有相关报道和视频在微博微信均被封杀 继武汉之后又一次全国性的抗议潮爆发了 消息称 大连人民广场上人山人海 大连退休人员聚集在此抗议官方所谓的医保改革 同时也有大量警察在现场维稳 包括特警 现场视频显示 海量民众聚集在大连人民广场 不少民众一起合唱国际歌 现场有大量警察在戒备 一段视频中有老年女性民众愤怒质问 老百姓真不容易 疫情我们没有死 现在大连政府为什么派这么多警察来对付老百姓 应该听听老百姓的呼声 有男性市民插话说 老百姓活着就是罪 上述女性市民继续说 看看特警部队全来了 另一段视频中 一位老年女性市民说 现场人山人海的 人密密麻麻的 但是政府大楼不让人禁 中国越来越多的地区 完成当地的所谓医保改革 各地的医保化入办法 也进行了调整 在调整之后 退休人员的医保化入金额降低了不少 很多地区的医保返还金 降低了一半还要多 原本可以从药店购买的药品 需要通过频繁就医获得 这同时加重了患者方和医院方的负担 尤其对有基础病的老人来说 引起退休人员的不满 2022年12月28日 大连市医保局发文 公布大连职工医保 个人账户改革方案 称将于2023年1月1日 正式启动实施职工医保 门诊共济保障制度 根据大连职工医保 个人账户改革方案的说法 改革后 按照国家和省的统一要求 用人单位在职职工个人账户 按照本人参保缴费基数的2%计入 灵活就业人员不建立个人账户 因此此次改革不涉及个账调整问题 享受退休医疗保险待遇的人员 包括退休的灵活就业人员 的个人账户 按照国家统一规定 调整为改革当期平均退休金的2%左右 即每月定额80元 半岛晨报 等媒体今年2月14日报道 近日不少市民向大连市医保局 咨询本次医保政策改革的相关问题 是医保局总结较为集中的问题 并予以解答 其中一个问题是 为什么在药店不能直接享受门诊统筹报销 大连市医保局答 改革前 原慢病患者可以到定点零售药店购药 享受医保统筹基金报销 而本次改革要求参保人员到零售药店 购药必须持处方 才能享受医保统筹基金的报销待遇 很多参保人员对此很不理解 市委群众曾发布预告 武汉这场集会是 2月8日数以千计退休人员 聚集市政府门前举行维权请愿活动以来 又一次大型群体集会 也是去年11月末 中国一些大城市反对 习近平坚持违反科学的 极端防疫政策的白纸运动爆发以来的 最大规模的群众抗争活动 有媒体把武汉退休职工自发走上街头 坚持抗争的维权集会称为白发运动 参与武汉上次集会活动的抗议人士声称 如果当局2月8日前不作出答复 将号召退休人员和退役军人 将于2月15日到中山公园集会抗议 他们表示2月8日前市长若无回应 就将举行退休人员医保维权大会和退役军人 医保维权大会 并组织在市府周围和长江大桥道 武昌月马场道游行活动 声明还表示 本月底不解决问题 全市退休人员将要求罢免作为的市长 抗议事件被指与经济困境密切相关 推特网友良知欣然自知回帖 对美国之音表示 为什么武汉抗议声势这么大 武汉第一个遭遇封城 满城血泪 一夜解封 几乎所有人都感染了 很多老人都去世了 他们大多认为 客扣医疗资金是要将老年人逼死 减轻政府负担 回帖写道 有人问 问题能解决吗 官员回答 解决不了 问 如何能解决 答 反应的人多了就能解决 该网友回帖 还引用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话反讽说 中国人民是惹不得的 如果惹翻了 是不好办的 去年底和今年早些时候 武汉市政府通告称 将于2月1日实施新的推广医疗保障改革办法 即武汉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共计保障实施细则 该方案今年2月1日正式实行 遭到广泛反对后 官方坚称这项改革旨在强化统筹基金 扩大医保报销范围 目的是为更有力保障参保职工的权益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分享订阅推荐给您的亲友 很请您点击节目内容 简介里的PayPal链接 支持我们